大家好,我是马来西亚国际博光会南马协会会长林陪传 据说腊巴州的由来是为了纪念博陀成道日 博陀苦行了六年 在他觉得不行的时候 刚好牧羊女经过城上了一碗乳泥 博陀就活了起来 因此他就走到了菩提树下 金刚桌上打坐 在那儿就成道了 那天刚好是十二月初八 这样博光山在每年的十二月初八 都会准备腊巴州 让大众享用 是为了要纪念博陀的成道日 祝贺中国报读者 新年快乐,温世如意,终于传家